容祖兒推出新國語專輯 而其中一首新歌剛好 說起來源超奇妙 容祖兒搬家後遇見了2003年 替她寫下經典K歌 獨照的賈力儀 男人剛好成了鄰居 而易專業的賈力儀 當時因為容祖兒的一句鼓勵 再次一起創作的初心 在容祖兒某年生日時 她在家裡現象 發現假創作的詞曲 聽了之後 我一直感動之說 剛好的時間 剛好的相遇 剛好的心情 剛好的結果 也希望這張專輯 能夠剛剛好是屬於 梅根尼的答案之書 而談到專輯 容祖兒也透露 專輯原本只有8首歌 是同時提議是否多加2首歌 10首歌才是完整專輯 就在此時發現了剛好這首歌 而來台北配唱的時候 容祖兒把自己歸零 並聽取製作人建議 加入了輕鬆的啦啦啦和聲 而這和聲 竟是容祖兒把露營室看板的工作人員 全拉進露營室 臨時可以唱的 一開始同事還以為是開玩笑 沒想到居然是來真的 就這麼剛好的完成了 即興又有趣的露營體驗 容祖兒表示覺得圓滿 也覺得這首歌特別有意義 再次遊樂這裡報導 Visa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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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aggy